这绝对是今年最有意思的套娃川书动漫 女主王翠花在看小说时 意外穿越到了川书世界中 成为了书中最大的反派于婉英 在全人恶人的小说中 想要杀出一条血路 就必须成为小说中最大的那个恶人 女主原计划本想先帮助暴君干掉端王 再干掉暴君直接当女帝 但在看到暴君下猴蛋后 她却从下猴蛋的言行举止中 发现了一丝现代人的影子 于是便说出了那句穿越者都懂的台词 两人仅相识一眼便达成了战略合作 结为恶人同盟 按照原著剧情下猴蛋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暴君 一言不合就会把人拖下去 这部动漫脑洞极大让你完全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就例如在一场宴会中 女主让后宫们一展才艺 谢永儿抱着琵琶站了出来表演才艺 结果却没想到她居然把琵琶当成吉他来弹 莫莉花 而且男主还超宠女主 只要有人说女主的坏话 不管是谁他都会直接让人拖下去 虽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我甚至都有些搞不清楚 男主到底是真暴君还是眼暴君 三个有着现代思维的人之斗纸骗人 到底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